这是刚刚一个月大的熊猫宝宝 这个时候虽然它已经长出了大熊猫标志性的黑眼圈和小耳朵 但是它的活动能力还不强 一整天的任务就是趴在篮子里睡觉 即便是睡着了 也不时的张巴张巴小嘴想吸奶 一看就是又做噩梦了 这是两个多月大的熊猫宝宝 跟一个月之前比起来 它们的活动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了 而且声音也越发响亮 这个时候它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对什么都想瞧个仔细 在它心里 自己已经做好了披风斩浪 迎接生活的各种挑战 这是一个两百斤的宝宝 论年龄它已经是一只成年大熊猫了 但不知怎的瞌睡变得比小的时候还多 整天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 除非到饭点 不然别想叫醒它 呃 什么 呗 又要开饭了吗 瞧 我说什么来着 可爱国宝报校解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对这个面充满的线 一半 再来 准备